今天是12月7号星期三 我描演课的路上 今天是第四堂课 第四次课 每一天在路上的单程 就要一个小时20分钟左右 从这个地方当趟之前开始就堵车 然后当趟之后的时候公路都是在堵车的 原来其实在很久以前就想要去上这个学校 但后来一直觉得那边太远了 哎呀我不要懒开车嘛 所以一直就不想去那个学校 想找一个想找一个近一点的那个描演学校 一直也没有找到后来找到一个去面试过 然后当时面试的时候他觉得可能我当时候没有太注意去上什么课 然后当时面试的时候他觉得啊我要上一个一对一的那个另外一个课 后来就一直就就就没有再继续了 就到了现在不得不又再一次还是抱这个Santa Monica 这个那么远的一个学校 那现在的状态和感觉跟当时觉得远的时候是有点不一样的 因为现在更加迫切了吧 原来没有那么迫切 现在就觉得一定要上不管在哪 只要是好的学校好的班 适合我的课就要上过去的三解课的话 对我来说刚刚开始但对我来说听啊理解啊和包括有些方面还是有些难 就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挑战吧也比较难这个其实就去上就好了没有什么难 但是对于我没有上过课很多东西要很多东西要突破和去改变过来的话 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在所以得坚持上完了才会有收获 通常的刻板印象就是东方人会比较含蓄比较单小比较怕在公共场合表达 或者说有各种障碍那种表达的障碍啊或者说是那种性格上和文化上的一些差异 但事实上其实westerner就是西西方人的话他也有一样的问题 只不过可能比例上来说要少一点 那通过上课的过程就好多同学上去嘛也发现就是其实好多也是有点自卑啊 或者说是不够自信还有某一些方面障碍的人就从他们身上也能看到我自己的影子 所以就其实并不是分的那么具体就说东方人就怎么样 其实还是得看个人 然后还有就是说你是不是要去改变和调整 虽然有我到现在也这么认为就是本性难移 你确实是不可能从性格上整个人的这种大的性格上去改变 但是从行为上你可以做一些调整 这样的话可以让你感受到你原来这个舒适区所感受不到和学不到的东西 今天我不知道会不会被点名上去 我主动的话好像还没有这个勇气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是1点07分刚刚下完课 今天是第四次上课 然后感觉更好一点 然后慢慢因为我很慢热心嘛 然后慢慢适应了那个课 然后也听了很多同学的分享 所以就自己就慢慢感觉更舒服一点 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然后等到自己上去的话 也会感觉到就不是第一个那么紧张 然后也看到了那么多同学 有些同学甚至还蛮紧张的 就今天我来的时候也在分享 就说有些时候你根本不知道 你感觉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很开朗 或者你看到他跟别人聊天很开朗 其实他也有他内心的一些恐惧 或者担心也好各种 所以只有真实的去说自己的 从心里的话 那才是一个真正的感觉 就是好多时候是人有多面性 然后课堂里其实说的这种上课的重点没有很多 没有说讲很多理论 就是重点就是说你要少去想 stop thinking 就是你要做 因为你不去想了你所说的话 你所关注你的partner 你的对手的话 你就会从心里面出来 所以就不是你去设计的 你去想象的 待会我要怎么跟他说 要用什么语气 要用愤怒的什么 你去想这些太多的话 就会影响了你从心里面发出的 因为所有的情感 它并不是你设计出来的 而是从你内心发出的 我觉得这个是他这个课讲的重点 慢慢希望下次上课更好 所以我还是收获蛮大的 虽然可能我表达的东西给大家分享的 你未必能感受到 但是我事实上我内心是有 有吸收到更多 学到更多东西 我希望能慢慢能够讲清楚给大家听 我想补充你两句 刚刚讲的就是说你要停止 就stop thinking 然后去真正的发自内心 这个就是是没有错 非常对 也很有帮助 但是在真正的acting的时候拍摄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这样去做得到 因为毕竟你还是会有一些顾虑 或者说你有剧本的一些框框啊台词啊这些东西 你总是不可能那么自如的就是沉浸到这个角色 所以我觉得就是学会帮助你理解很多东西 但真正的体会是需要实践 所以的话就是你可能体会到了 然后去实践一开始不行 觉得哎呀是不是不work 但是我觉得可能迟早 就是说你要经过很多次很多次 就慢慢就找到了一个很自如的一个转化 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希望在下次我表演的时候 我能把我今天这几天学到的东西能够用上去 OK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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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